白金汉宫宣布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与伦敦时间2022年9月8日 在她位于苏格兰东北部的住所 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享年96岁 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伊丽莎白女王曾经说过 长寿要不可避免的 经过很多的里程碑 我自己的承受也不例外 女王在世期间 见证并且参与了无数的历史性的时刻 伊丽莎白二世是英国第40位君主 她在位的时间是70年7个月零两天 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了 在此期间她批准了4000多项议会法案 访问了100多个国家 她访问加拿大的次数最多 她在位期间英国经历了15任首相 从温斯顿丘吉尔到前两天刚刚上任的利兹特拉斯 美国总统经历了14任 安蒂冈也换了七位教皇等等 他虽身为工党和保守党政府的国家元首 但是却遵守了现代皇家传统 对政治事务保持中立 她帮助并领导了英国经历了二战之后的岁月 冷战 经济兴衰 北二兰冲突 欧盟成立 以及脱欧 伊丽莎白女王的尽职赢得了国人的钦佩 很多英国人把她作为国家力量的支柱 在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 多个英国工会表示 他们将暂停预定的罢工抗议活动 英国通讯工人工会部分的成员表示 原计划在当地时间9日就薪酬纠纷采取的罢工行动 但是工会表示将取消该计划 英国铁路海市和运输工人工会则称 已经暂停原计划于15日至17日举行的罢工行动 并就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向国家表示尘窃哀悼 由此可见女王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在女王去世的消息传向全世界的同时 英镑短线出现了下挫 但是由于今天美元的走弱 截至目前棒美有所回暖 本月15号也就是下周四将会公布英国的利率决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目前欧洲局势动荡 能源短缺 通胀高企 新旧首相更迭 最近有关英国的基本面变动也是较多的 大家要注意好仓位控制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为我们评论 点赞以及转发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